6月26日 大熊猫国家公园管理局对外披露 太白山管理分局的野外调查队员 在太白山 海棠河 濒临沟 海拔2400米的地方 布设红外相机时 偶遇一只亚成体野生大熊猫 这是自2015年该区域大熊猫消失后 5年时间里首次拍摄到野生大熊猫 实证了大熊猫在濒临沟的回归 调查人员在野外巡护时经过一片树林 听到了树枝折断的声响 深着响动发现一只大熊猫正在灌木丛里活动 他也发现了队员们 迅速地爬上身边的大树 好奇地扭头打望起来 当时熊猫离我们有七八米远 大家第一次遇见熊猫 然后我们有些兴奋也有些害怕 就是担心惊扰它 然后我们就迅速地离开了 离开以后我们再折返回去调查 就是在树上发现了一些熊猫留下的爪印 然后收集到了一些新鲜的熊猫粪便 就在一个月以前 我们在偶遇这个偶遇祭点 大概三公里的地方 我们就发现了一些熊猫彩石的痕迹 和一些熊猫粪便 海棠河濒林沟区域因地处峡谷地带 是太白山最难开展调查的大熊猫栖息地 这里的大熊猫以彩石勤领建筑为主 自1999年起 该区域的建筑出现零星开花 到2015年建筑大面积开花枯死 死亡面积超过60% 2015年1月 红外相机拍摄到大熊猫彩石开花的竹子后 五年间再未捕捉到大熊猫身影 野外调查队再未发现大熊猫活动痕迹 随着熊猫粪便的消失 濒林沟的大熊猫彻底失去踪迹 近三年来 随着不同时间勤领建筑开花后的种子蒙发 为开花竹发损扩散 濒林沟的竹子 已逐步更新副状导 满足大熊猫的取食状态 这次大面积柱子开花后的断死起 大熊猫就回轨 值得研究和探索 也说明在我们的多年的保护侠 开不上大熊猫种程 不断的增加破産 收送起义机毁不良好 省开狼刀连捅 同时也尽兴了 区域型使用主胆已 其开花后对大熊猫的影响极大 下午我们将继续追踪这次大熊猫 同时继续检测改去住的此能量状况 探索普通服役方法 与强度下其能建筑 更新与此能量机制 遭受作为核实的主人服装措辞 以应对大面积胆已主重 区域开花 主持带来的大熊猫说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